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雙眼皮的手術探戈分為兩大類 外開式的雙眼皮 以及縫合式的雙眼皮 外開式的雙眼皮就是一般俗稱的割雙眼皮 這個適合的對象 在於皮膚比較鬆弛 過多眼皮下垂的人 好處是雙眼皮消失的機會很低 可以同時改善上眼皮下垂皮膚鬆弛的情況 縫合式的雙眼皮是透過在皮膚埋線的方式 然後形成一個皮膚的皺褶 而製造出一個新的雙眼皮 適用的對象是在眼皮比較薄 脂肪比較少的單眼皮 還有就是雙眼皮不對稱的人 我們可以透過縫合的方式 做一個兩邊對稱的調整 好處是手術幾乎沒有傷口 手術時間大概40分鐘 恢復期也比較短 電速正式的雙眼皮它是以特殊的輔助器械做一個定位 然後使皮膚跟眼瞼的聯合在一起 它的優點就是傷口小 而且消腫快 恢復時間也比較短 但是因為它的寬度是固定的 沒有辦法因人來設計自己適當的雙眼皮 內開四眼袋的傷口 內開四眼袋的傷口 位於眼睛的內側 外表不會有傷口 而且傷口比較小 恢復期比較快 外開四眼袋 我們會沿著睫毛的下緣 做一個切口 然後把多餘的脂肪移除 之後進行光合 一個漂亮的雙眼皮 其實並不是適用在每個人身上 我們會根據每個人的需要 以及它所適合的樣式做解釋 我們以下有幾個藝人的照片 比較常看到客人拿來的案例 比如像志玲姐姐 可以看到其實它的雙眼皮並沒有很寬 化妝之後呢 雙眼皮的位置沒有那麼的明顯 可是看起來就相對的比較自然 許若瑄的雙眼皮沒有化妝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又寬又厚的雙眼皮 可是當它化上妝之後呢 它的雙眼皮就變得相當的深邃 而且明亮 眼睛明亮 所以每個人的眼型不同 臉型也不同 那所需求的狀況也不同 我們通常希望能夠跟患者面對面的溝通 然後在討論之後 再決定要做的方式